这方面还要来关心的是 我们看到呢在暑假期间 其实呢很多父母亲带小朋友去玩 但却发生这样的情况 8月初呢 那么这个谢姓妇人说 带孩子到桃园很知名的游乐园去玩 结果因为人太多了 过程当中发生推挤 导致这小朋友当时脸部淤青 那么游乐园如何处理 居然是拿出了酸痛喷剂 往小朋友的脸上猛喷 甚至呢还拿了发酸的玉米汤 给这小朋友喝呢 导致这小朋友其实呢更惨了 不但后来有肠胃炎 还压力太大呢 我们看到家属指正立立 但是游乐园也出面了 他们有另外一番的说法 他们说这个当事人 根本对他们师资大开口 索赔是280万元 他原本是一个健健康的小孩子 进去六七个小时出来 变成一个冰烟烟鬼剂头的小孩 你说他不是犯小人是什么 我们全家都犯了小人国了 谢姓妇人哭得好难过 暑假带小朋友去 小人国玩 没想到居然是噩梦开始 痛的地方是哪里 你再跟我们说一点 是这边 屁股 手 脚 伤好了 但痛的记忆抹不掉 谢妈妈说 今年8月2号 带谢小弟去小人国玩 谢小弟和其他小朋友玩耍 发生推挤 造成脸肩部瘀青 送到医护士 小人国居然拿酸痛 砰劑砰脸 让谢小弟脸部灼热 后来谢小弟又因为园区地板湿滑摔倒 屁股瘀青 小人国送上热的玉米汤给小朋友压压惊 没想到玉米汤居然有馊味 害谢小弟急性盲长园住院 虽是连连谢小弟压力大到 跪剃头 他有喷鸡肋吗 有 喷哪里 脸有吗 嗯 脸 有啊 小朋友同言控诉 但小人国否认善后做法又疏失 凡有对方喂钱 才翻脸 当事人跟我们公司开价 280万的赔偿金 安指谢信妇人借机敲竹杠不成 才找立委讨救兵 负责协调的立委黄伟哲 脸色铁青 助理还跳下来要业者交出 富人讨钱的录影档 小人国金魂祭量造说法差很大 正是黄碧正 较远台北 参谋报道